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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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知道吗 明年是中法建交的多少周年 六十 对六十 我记得以前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的时候 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海美术馆还在人民公园那边 现在变成历史博物馆了 当时呢 应该也是法国的 等于是外交部跟他们的相对的这个文化局那边 他们一拍脑袋就把什么呢 就把大批的奥赛美术馆的印象派 特别厉害的东西 一下子全部都放到上海美术馆那个老馆 而且我们知道上海美术馆的那个老馆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西方 当然那个是Art Deco啊 就是西方风格的一个建筑 然后放在里面的时候啊 真的是特别的相得益彰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 还没还没进大学 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呢 我就去那边溜达了一下 就跟之前清明上和图到上海博物馆的时候 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是人山人海 挤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 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这份感动吧 我就看其实墙上的画 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懂艺术史 就是什么马奈的吹笛子的少年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去过那个展览吗 有去过的 哇塞 厉害了 这个真的是资深的法国艺术的 对吧 一个欣赏者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墙上不动的一幅画 但是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 下面的观众看着他的时候 感觉是有魔法的 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印象派的原作 大量的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都聚在这里 但现在已经不会了 现在上海的观众早就老吃老做了 印象派又来了 对不对 感觉满地都是 哪里都见过 是不是 这个到处都是印象派 毕竟印象派那个时候 他画的产量也比以前多 也比以前多 然后也非常幸运 之后其实我在法国留学 然后回来的第一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美术馆 而且呢 也是在上海美术馆的国际部 毕竟刚刚法国回来 有没有 法国回来之后呢 这个法语说的还是挺溜的 然后那个时候 运气也挺好的 直接就是做过了 有像奥赛美术馆的展览啊 还有一些非常大的 国际的展览 其实我都有经手了 都有经手 然后慢慢地 没想到在美术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做了一点积累 然后我也真正地从事到了文化的传播 然后直接走到今天 然后前面胡周了一大堆呢 其实大家知道我在陆陆续续的 等大家从上海读书馆东莞的一楼 这个移动到我们上海读书馆的这个七楼 七楼 好的呀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看差不多人也坐满了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了 然后后面两位观众 可能这边有点挡 还是要看这个屏幕重要 还是要 因为我主要说艺术 还是得屏幕上看得见 谢谢大家 先问一下 问一下您吧 问一下您吧 您觉得法国艺术 如果你用两个字来形容它 或者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它 你会用哪几个词啊 高雅 相送 高雅 相送 有没有 的确 这个法国艺术呢 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而且大家不要以为欧洲全部都一样 今天呢 我先一开始 跟大家说一说 法国 在整个欧洲 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 我们看到呢 这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欧洲地图 法国呢 它是一个六边形 啊 六边形 所以呢 就是很多 就是在法国的文学 还有那些啊 这个文章当中 它说到六边形 其实就在代表法国 下面是西班牙 意大利 这些靠着啊 海 然后整个温度比较热啊 包括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 但上面呢 用蓝色标出来 我们看到什么呢 有英国 荷兰 德国 丹麦 上面的挪威 瑞典 这些地方呢 其实是比较冷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来了解欧洲艺术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这种两种颜色来判别 他们别看 他们都是欧洲人啊 而且大多数都是白人 但是呢 他们其实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啊 本质上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 那个时候大概在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吧 啊 就是1517年的时候呢 整个欧洲是被分成两半 教皇大家肯定听说过 以前教皇呢 他整个欧洲人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一个教皇管 但是突然呢 管着管着管到那个时候啊 就是这个新教啊 改革 他分裂出去之后呢 这个整个教皇只能管欧洲的一半人的灵魂啊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的法国呢 他其实是在什么呢 其实是在比较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啊 就是在整个欧洲南部这边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啊 他分为一块比较传统的天主教 然后这边呢 他其实就变什么呢 就变成了一种更新的更商业的 或者说更科学的新教了 而且呢 我们大家也知道 人的感官其实是相通的 这一种啊 本质上信仰上的不同 其实也造就了什么呢 造就了音乐文化美食衣服 各种方面的不同啊 各种方面的不同 而且你别说衣服了 我们就从啊 两边的那些主教们的衣服 就能看出了完全不同 这边是不是穿的比较华丽 身上披荆带荧的 但是新教那边呢 这其实也是最早的西装的由来啊 他们就不要什么 他们就他们就不要华丽 反对华丽 他说教会你搞得这么华丽 有什么用 没有用的 没有用 这边是不是看不大见 我把这个 我这么不重要的我的名字 移到旁边去点啊 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啊 很大的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去欧洲旅游的话 一旦进一个教堂 看到非常华丽的景象 整个壁画什么样呢 就是全部都存在于啊 一整个教堂的 这基本都是什么呢 这基本都是去什么西班牙 意大利啊 法国旅游的时候啊 几乎都是天主教堂 但是呢 在前面说的北方新教那边 发生过一件事情啊 这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事情 它是圣像破坏运动啊 他就觉得那些很华丽的东西 他们不要了 从此以后呢 他们的教堂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极简的 当你把那些圣像 人像啊 还有那些壁画 雕塑 全部移走之后 破坏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极简的风格 所以是不是直到今天 大家脑中是不是会出现一个 非常著名的 属于北欧新教集团的一个家居品牌 是不是特别极简 简欧简欧 北欧风格 是不是就是这种风格 而且你知道 一家极简到什么程度 我感觉都没有再买一个 真正的家具回去 我扛了一堆木头回去 我扛了木头本身回去 再把它装起来 几乎没有任何的装饰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欧洲的南北之分 当然法国不是这样 你看啊 今天走在路上 南京西路上 走在任何的这种 非常华丽的时尚的路上 你身上穿的一身东西 让别人看得出来 哟 这个人穿的是奢侈品 只要是看得出来的 几乎都是什么 你看 都是法国这两个最大的集团 LVMH跟开云的品牌吧 你看有LV啊 Gucci啊 迪奥啊 那些看起来意大利的品牌 其实也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这两个 法国的奢侈品集团下 奢侈品集团下 你看啊 那些法国人生产个包 那就是一个包 华丽漂亮 logo录在外面 让你看得到 你说德国人喜欢生产什么呢 那喜欢生产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生活的基础打好 不要饿肚子 才重要 对不对 而且呢 同样的啊 你看法餐也是 不但什么 不但我们看到的衣装外表是这样 吃的食物一模一样 法餐你想啊 米其林餐厅大多数是什么 都是法餐吧 然后给两个给意大利 给一个给西班牙 对 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啊 法餐 又好看 又好吃 德国人吃什么呢 就吃这个东西 但是也挺好的 好吃啊 而且它道德水平很高 你搜一搜 德国美食搜出来 就是什么呢 都说他们整一个卫生流程 控制的很好 管保 对不对 好吃虽然不大好看 虽然不大好看 英国菜 又难看又难吃 对吧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一样的 这是什么菜了 你只有被关在那个地方两个小时 推着很重的这个车 都不知道这个出口在哪的时候 你才会去那一个商店 才会去一家的那个饭店里 吃一点这个东西 今天是一个凉晨吉日 走啊 我们去吃点瑞典菜 跟你说这个事情 在瑞典都没有发生过 瑞典人碰到 今天是个好日子 走 我们去吃个法餐 对不对 这个不是 没有必要去吃这个东西 一样的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相通的 而且你看 英国人 他不怎么生产艺术 你看啊 但是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可以搞艺术批评 艺术收藏 他们去写写艺术的故事 最著名的那本艺术的故事 是不是 公不理系写的 谁写的 英国人 的确 英国也是收藏 整理 正是因为他们比较能超脱宗教的 去看待这些特别华丽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宗教的作品 所以呢 他们 包括德国人跟英国人 把什么 把艺术批评 跟艺术史论 做得非常好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欧洲北方跟南方的区别 或者呢 我们再看 再看 但是英国人这个 嘴很硬的 他们不承认 因为他们的这个软实力强啊 你看他们的这个口舌 BBC 上次怎么样呢 红篇巨制啊 拍了整整三起 英国的文艺复兴 证明自己没有文艺复兴 这是他们找出来 整个英国文艺复兴 最华丽的 一幅油画了 证明他们很菜 有没有看到 都是菜 这就是不行啊 你说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跟这个 意大利的比 对不对 什么达芬奇 米开朗 就是你在那边画菜 而且你们已经有那什么 莎士比亚了 够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嘛 对不对 你们就完成所有 不用视觉啊 就像德国人一样 在一个小房间里 外面很冷 我们要思考生死啊 思考很drama的事情 你们就写戏剧 你们就搞哲学就行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欧洲南方 跟北方的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 法国的视觉艺术 如此华丽的原因 而且你看啊 法国正是因为 他们艺术厉害 仪式感强啊 从他们的啊 这个最早开始 也是为什么呢 你看法国现在所有的那些奢侈品也好 消费品也好 是不是感觉 依然就像教堂里的一整个体系一样 你们仔细想一想啊 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谈朋友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如说要吃个法餐 还是一两百块 那个时候觉得人均一两百块 贵得不得了 现在随便一个法餐 都是七八百块吧 七八百块人均 七八百块的人均 你们知道第一道菜是什么吗 面包 面包啊 什么东西前面加个法式好像都很好 棍子一般般 法棍 哦 好吃 那也就是个面包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 接吻一般般 法式接吻 德式接吻 感觉像在搞科研一样 对不对 生物科学啊 生物科学 一样的 而且你看啊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他除了第一道菜给你上 面包 而且差不多其实就吃饱了 每一次前菜还没来 色拉还没来的时候 那个面包加黄油 我几乎就吃饱了 他还 一进法餐 是不是 那个 小小的那个 这个这个 waiter还是waitress 他会来跟你说 哎 你要不要喝水啊 我先卖你一个非常贵的东西啊 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HRO 水啊 水还是要买的 哎 你觉得这种steel water 啊 你觉得这种水 没有那么魔法 哎 那我给你一种魔法的水 气泡水 气泡水叫什么 巴黎水 而且巴黎水还有很多味道的 大家有没有喝过 什么柠檬味 各种味 所有的味道喝下来只有一种味道 就是铁锈味 样子 它里面加了什么 里面就是在HRO里面加了点COR而已 但是你在啊 这么一个奇妙的啊 奢侈充满仪式感的环境内 你就觉得一切是合理的 你这个钱付出来 心情还很开心的 而且啊 当身为我法国回来 有的时候啊 家里聚会啊 找个法杖池 当你点一瓶酒的时候 一整瓶红酒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别仪式感的啊 环节 那一个四者啊 他就会像捧着心声音儿一样 把什么呢 把一瓶红酒 完整地端到你的面前来 然后还把这个酒标啊 攥在我的眼前 给我看一看 我跟你说 上面每一个字都识的 它代表了什么 什么味道 什么都看不懂 我整个酒单上 唯一看得懂的就是价钱 我就直接 就给我这个啊 给我这个 最便宜的那个给我拿来 然后他给你看好之后呢 一下子在你眼前打开 然后呢 在手里还缠着一个 到一点点 让你试酒 你们看到过吧 碰到过吧 而且试酒的时候呢 因为人家都知道 哎呀 这个小罗你法国回来了 来这个工作交给你了 就是整个一个台面 长桌 每一个人全部都看着我 哎 要试酒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要克服这个压力 我毕竟法国回来 然后我脑中就回想起 所有以前从小到大 看过的那些红酒广告 那些什么法国的 这个假的 什么贵族啊 什么 就把这个手伸到最长 用最快的速度晃 而一半就已经就晃在地上了啊 哗嚓一下子下去 看看这个 哇 挂杯怎么样 哦 是红酒 真的是红酒 有什么不一样的 喝出来 我只喝得出来 要么红的 要么白的 但是你看 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一切都是因为 在他这一个视觉非常强大 啊 艺术非常强大的氛围中 加上法国年 啊 法国多少百年 甚至上千上万年来的 艺术上的积累 让这一切啊 看起来有点好笑的事情呢 变得可行啊 这就是法国的艺术 而且呢 一样的 人的形象一模一样的 这一张呢 是安格尔啊 当时新古典人主义 大家很熟的啊 安格尔大师 他画的一幅非常漂亮的 女性的形象 是不是直到今天 看起来也特别的好看 他可以直接 穿越到今天 去参加一个竖评的剧啊 什么一天录七百集啊 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你看啊 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英国人画的 或者说德国人画的 同样的女性呢 你看就不行 有没有看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而且呢 你看啊 直到今天一样的 直到今天一样的 就是中法关系 你看啊 中国人是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 或者说这个 或者就说这一个 安格尔的权 直到今天 有一个中国的品牌 还继承了他的一波呢 有没有看到 你看一样 大家都喜欢 女神谁不喜欢 你看 中国人是不是特别喜欢 苏菲妈索 然后法国人特别喜欢 什么呢 张子怡 一样的 张曼玉 巩丽 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而且当时 我就今天早上啊 我打开了苏菲妈索的 百度百科 你知道 映入我眼帘 一开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关系啊 他前夫 前男友 前男友 然后作为一个文化人 我盯着这张图看的时候 我马上就能想出来 哦 哦 这个是汪峰 对吧 然后这个是 哦 被这个 被什么老师 哦 这个也 他也教过奇奇怪怪的 这个外国的男友 对不对 而且呢 现在呢 就能印证前面你说的 高雅 或者说很多人说到 法国艺术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浪漫 你们知道这个浪漫怎么解释呢 其实就是又浪 又慢 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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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想啊 这个巩俐 他的老公 你们知道结婚的时候几岁啊 对啊 71岁了 你想要找到真爱 是不是要通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你才最终能找到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你要这个得到爱情 还是得浪一点 这个太专业也不行 太专业也不行 而且法国呢 很奇怪 他们整个社会啊 对国王的需求 也跟英国完全不一样 英国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为了换个老婆呢 他真的是又要去找教皇啦 又要把这个前妻老婆 这个堵死啦 反正要用一切的手段 但是法国很奇怪 法国任何的国王 他要得到国民的喜爱 基本都怎么样呢 基本都很 都基本都很浪 而你基本的都有很多很多的情人 很多很多的情人 你看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啊 这是亨利四世 而且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世界性的巨大的绯闻 什么事情呢 应该是零几年的事情吧 10年还是09年 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高尔夫球的球手 他叫泰格伍兹 大家也没有听说过 特别著名的 以前他是超级的各种满贯啊什么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满贯来形容 打高尔夫球的人 但是无所谓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时那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泰格伍兹这个人啊 特别奇怪啊 他每一次在全世界巡回打比赛的时候呢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亲人 然后是一个巨大的绯闻 突然他的怎么样 突然他马上就变得什么 突然他马上就是口碑也变得很差 甚至有人要说要竞赛啊 这个人特别不好啊 怎么怎么身价 一下子就降到了低谷 声誉也是 但最终啊 你看法国人以前从来没有人关心泰格伍兹的 但是他的这个破新闻 绯闻一出之后 法国人看看报纸 哟 塔克伍兹啊 子姆兹啊 感觉这个人有点法国味的啊 是一个不错的人 就是这样 就是有没有看到 这个法国就是奇奇怪怪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些非常生动的肖像看到 这一种玩世不恭 又浪又慢的 就是什么 就是法兰西式的一种情怀 而且呢 这个亨利四世呢 他还有两个情人啊 这个公众场合 给他穿了两件衣服啊 黄色的啊 我们看啊 这张 这张作品是在卢浮宫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 是非常著名 非常著名一张图 大家要看自己回家看啊 这网上都是 你看啊 这一张图 竟然什么呢 竟然明代的时候 在那个福建那边呢 还出土过什么呢 是不是一模一样 慕美人 就说明中法之间的交流 其实很早以前 就开始了 而且呢 你看 不但我现在给他穿衣服 以前运到明代的时候呢 也穿起汉服了 有没有看到 再看 当然了 如果一定要投一个票的话 法国最著名的两个人呢 应该就是两个人 都身高不是特别高的 一个路易十四 一个拿破仑 拿破仑可能更红一点嘛 因为他毕竟三个字 也比较好记 人类也比较现代 梗啊 也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拿破仑们 又跟什么马克龙 马卡龙 马卡龙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甜点啊 什么都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还是挺红的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路易十四 因为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他 路易十四这个人呢 他其实这一张 62岁的肖像画 几乎就把他整个的法兰西市的人设 彻底的奠定了 比如说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身高其实跟拿破仑差不多的 都是162 也不矮的啊 就是当时的非常正常的一个平均身高 没什么高矮的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从下面看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漫长的 就是执政生涯72年 他有多漫长呢 他托死了同期西班牙三位皇帝 奥地利四位皇帝 英国六位皇帝 他因为时间比较长久啊 但是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 看他这一种法国的仪式感从哪里来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法国奢侈品能卖这么好 为什么他们文化软实力很强 为什么路易十四这么华丽 我们首先看啊 他的这个头上呢 有个八公分的假发 像狮子那个棕毛一样 特别高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戴了假发呢 他们就不留胡子了啊 不然就真的跟狮子一样 一圈全部都是毛了 一圈全部都是毛了 顺便一提呢 这个里面当然就是秃的啊 就是都是秃的 就跟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多的发型 差不多的发型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这边腿啊 不但是以前所有法国的贵族 没有人什么 没有人穿长裤的啊 一律是这个热裤 热裤加什么呢 加上丝袜 然后还加什么 加上红底的高跟鞋 下面肯定有点看不见 但没关系 我把他这个鞋子拿出来 大概就长这样 而且那红色的底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有皇室才能穿 是不是现在法国有一个 非常非常贵的一个高跟鞋品牌 叫什么呢 卢布当 卢布当是不是也是红底的啊 你看就是这么的一个延续 是不是直到今天啊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虽然很多的这个声音是在反对啊 高跟鞋 你看这个穿了身体又不好 但是真正到一个场合 为了体现自己的气象 很多人呢 特别正式的场合呢 还是愿意要踩个高跟鞋 为什么呢 有仪式感啊 有仪式感 而且呢 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一个身上 披着这件老棉袄仔细看看呢 上面是不是有这些什么 法国的这个当时他们 波旁王朝的啊 也一直是法国啊 王朝的这个皇室的logo 就是鸢尾花吧 一个一个logo 而且你看这种logo 外露的形式加假发高跟鞋 是不是跟现在这个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logo啊 现在呢 以前他手里拿的是权杖 权杖 现在不一样了 权杖是什么 是个礼器吧 现在的女生出去不带权杖了 带什么呢 带新时代的礼器 就是什么 就是包包 所以一样的 就跟中国的鼎一样 这些东西肯定跑用 但是呢 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而且你看 头发也高高的啊 穿着这个高跟鞋 而且我们当破解了这种啊 仪式感是来自什么呢 来自你头发要高啊 法式要高 高跟鞋 脚上这边要高呢 你突然就觉得了 当时路易十四时期流行的一种 非常著名的 狗类啊 它也充满了贵族气息啊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个东西 是不是头发 你看坐垫很高 脚下面呢 要弄得细一点 哎 感觉像 穿着高跟鞋一样啊 你看 法式的这么一个 直接的啊 流传 贵宾狗就是当时啊 在凡尔赛宫中 也非常流行的一个犬种 而且你看 以前的 沙马特是不是也是 他们不是随便 弄成这样的 他们只是为了 想在什么呢 在小小的那个农村啊 或者说城市的边缘啊 被大家忽视的地方 获得一点什么 获得一点大家的注意啊 得到一点那种仪式感啊 所以他们才会 把头发弄成这样 其实的意思是一样 而且路易十四 大家知道啊 他其实从小到大 要奠定他的人设呢 他做过很多事情啊 从小呢 因为他五岁就即位了啊 你想他 Cosplay过什么呢 什么亚历山大大地啦 宙斯啦 什么这个 各种各种人啊 各种人 但是最终呢 他在做了很多尝试之后啊 把什么呢 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定位 定位在什么呢 太阳王啊 太阳王 而且他以前啊 这是认真的定位啊 不是随便来了 他是真的把自己 穿得像太阳一样的啊 而且这不是什么草图啊 这衣服是设计出来的啊 这个是 这是当时的课 你看这是设计出来的啊 你们看了 而且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真正的 跳舞的时候去穿 而且跳什么舞啊 大家知道吗 意大利是发明的啊 但是在路易十四时期 发扬光大 就是那个芭蕾舞 他还发明了这个 当时这个 他们的科学院啊 还有艺术院呢 奠定了这个芭蕾舞的 一个舞步的谱子啊 所以现在芭蕾舞能 发展得非常好 当时他从小 就一直上台表演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大概三十岁的时候 他再也不上台了 为什么呢 他发扶了啊 就是后来长胖之后呢 他就不去 不去跳舞了啊 但是你也知道 为什么那个时候 六十二岁的时候 是不是看他那个 小腿的肌肉 还是挺健壮的啊 而且他穿的这个高跟鞋 还是很适应的 因为呢 他的确啊 从小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舞者 真正的舞者 那个时候呢 当他在试验啊 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啊 一个神社的时候啊 他最早的那个试验田 其实在哪里呢 不是在凡尔赛宫 在造凡尔赛宫之前呢 他先找了 因为卢浮宫以前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皇家宫殿 他先找了一个画廊 叫阿波罗画廊 现在以前呢 他就先把这个阿波罗画廊 作为一个实验的啊 一个一个最新的一个实验品啊 把什么呢 因为他是太阳王嘛 所以他走过的所有的地方 他住的地方 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金色的 当他在这个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 实验成功之后 最后知道他造了什么呢 对了 就是造了凡尔赛宫啊 造了凡尔赛宫 而且凡尔赛宫里面呢 最著名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晋宫吧 这里面全部都是太阳般的颜色 而且还能怎么样呢 而且还能正好把这个窗边啊 太阳的金色的光芒 通过这里的落地窗呢 再次反射啊 这等于是他的什么 这等于他是他自己的一个最终极的 最终极的太阳王人设的一个顶点 也是为什么呢 现在你看要跟什么 要跟这个故宫做合作联名展览的时候 基本都是什么 紫禁城遇上凡尔赛 大概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想了 我们要想 他在这一个凡尔赛宫里啊 他不单单是装饰是这样 他的生活一整个作息也是怎么样 也完全就是按照太阳来啊 早上太阳的第一缕光线 照到他的床榻的时候 就是他起床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他起床的时候还得怎么样的 还得接受大家的崇拜 穿衣服的时候也一大堆人看着他 然后他什么这个刷牙啦 然后什么吃饭啦 都得怎么样 都得像一个仪式一样的 都得像一个表演一样的 给每一个当时的 他身边的那一些 有权力的贵族啊 或者是那些政府的大臣啊 给他们看 而且你能站在这边 看路易十四吃饭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莫大的权力了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但是我要问问他了 你看这么自恋的路易十四 中国有哪个皇帝 可以跟他比一比的吗 哦 大家一下子说出来 对啊 乾隆我们来试试看啊 看看谁更自恋啊 首先呢 我们看 跟凡尔赛宫这种 还能比拼的乾隆啊 这是他什么呢 这是两张他一小一老的绘画 而且很明显的 这一幅画是不是用了什么 是不是用了这一种西洋的画法 但是呢 乾隆很有意思啊 他跟他的这个老爸 还有他的爷爷 肖像画上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在 弗朗索瓦一世 还有亨利四世的脸上看过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一撇微笑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一般性的皇帝的这个肖像 他不大笑的 基本还是比较严肃的 但是你看 这个乾隆他那个时候 的确是盛世 他也比较轻松 活得也很长 然后呢 他也比较喜欢艺术 所以你看 他就轻轻松松笑一笑 挺好的 而且乾隆啊 现在最著名的一张图 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见过 是一是二图 那个时候 他化妆成一个什么 他化妆成一个汉人的书法家 其实就是王羲之 然后自己坐在大片的 自己的宝贝收藏之中 但是我们要好好的体会 这么一幅画的意义 这幅画呢 不是乱画的 全部都是按照乾隆 自己的意志来编排的 而且不但这边 就是乾隆本人的脸 上面这个屏风 山水屏风 上面是不是还挂了一张 乾隆的脸 还在看着他 所以呢 当乾隆 指名艺术家 要来完成这张 他自己自拍的时候 他自己produce的 这一幅自拍像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叫艺术家来画一张 我跟我自拍 自拍的自拍 你们现在都自拍 你们跟自己自拍自拍过吗 没有吧 而且这幅画 这幅画大概就这么大 他不是给别人看的 就是给乾隆自己欣赏 所以你知道乾隆 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看 我跟我自拍自拍的自拍中的 我温柔的看着 正在自拍的 我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是一个什么呢 所以是一个自恋的 超级的无限的循环 无限的循环 而且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乾隆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跟西方有非常多的交流了 我们仔细看看 清宫中旧藏的 给那种王储读的书 满文的都有什么 那些什么几何学的 人体工学的 科学的 其实都有了 都有了 也都是那些西方传教师带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雍正那个时候怎么样 也已经戴上假发了 但是雍正不一样 雍正不太自恋 雍正因为这个工作也挺累的 他每一次cosplay的时候呢 他都得怎么样 他都得耳根亲近 因为他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可以独处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怎么样 自己扮成一个道士 都是安安静静 在什么 在一幅画里 但是啊 或者你看 哪怕他戴着假发去戳一只老虎 我就一个人 我就一个人 我不要其他人烦我 但是你看啊 乾隆就完全不一样 乾隆呢 也学他老爸 干嘛呢 也去打老虎 但是他一定要什么呢 旁边有人看着他 一定要被观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心理上的一个问题 或者呢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 乾隆大多数的话 下面其实还有个人头啊 可能有点看不见比较低 下面有个小朋友呢 也在盯着乾隆看 而且你看啊 乾隆如果知道 他的那些话 直到今天放到博物馆里 还在被一大堆人 围观的时候 他肯定会非常开心 肯定会非常开心 他成功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话 以后肯定是什么 以后肯定是会 这个名垂青史的 就跟他的这个敲的章一样 都是自我的 无限的体现 无限的体现 但是有人说了 不一定 你看啊 这个路易十四 他是怎么样 他不但 cosplay 他真正的 扮成的可是神 中国的皇帝 乾隆 有没有扮成神过 我们看看啊 乾隆以前的 清宫他有收藏一幅画 是当时比较流行的 一个主题 叫扫相图 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白相啊 是普贤菩萨的 这个 这个坐骑 然后呢 这边是普贤菩萨 坐在这边 然后上面的人呢 如果扫相的话 你内心也能 得到清静 当时啊 乾隆看到这幅画 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怎么样呢 就在旁边提了一首诗 然后呢 稍微敲了几个章 敲了几个章 但是这只是开始 这是他有的收藏 他马上 就叫那个画家过来 他说哎 来来来 帮我cosplay 一下这张画 我不要cosplay成 这个喜相的 我不要拿着这个扫帚啊 我就要cosplay成 菩萨本人啊 有没有看到 哎 我要cosplay 你看还是他的脸吧 同样的构图啊 同样的构图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他画好这幅画之后 马上他还需要什么呢 他说 再帮我画一张画 是怎么样呢 是我自己在看我 扮成菩萨时候的样子 而且呢 我在看我自己 扮成菩萨的样子的时候呢 还要一大堆人看着我 对不对 而且还得怎么样呢 旁边还得全摆满我的宝贝 这个就是乾隆自恋的方式 有没有看到 是一个超级无限的叠加 远超路易十四 他这个是 很少有人能扮到 这么样套娃的 套娃套成这样也不简单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作为一个满足的皇帝 他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呢 就是得传宗接代 他得有子嗣 你仔细看看呢 上面每一个人 在他身边的脸 就跟他敲的张一样 就是他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无限的自我复制 这个问题就 一下子解决了 一下子解决了 而且啊 前面说乾隆自恋 路易十四也自恋 但是这两种东西方的自恋 其实还是有什么呢 还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交集 这个交集啊 就是镜子 就是镜子 我们来看啊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啊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 女史真图 里面有最早的女性照镜子的肖像 特别漂亮 这正面都没有露出来 是从镜子上 我们看到了那个美女的正面 但是那个美女的正面 是这个非常忧伤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女子呢 不能以容貌为容 我得这个以内心为重 这是一个整体的 中国传统的思想 特别是啊 你说到这个镜子 你看李白写的诗 他的意象肯定是什么 又是什么白发了 又是什么忧伤了 总之就是古代 你照镜子就不是什么 很助兴的事情 你看镜子就跟看了个鬼一样 你应该要特别反思的看镜子 但是啊 你看 中国以前的同镜呢 说句老实话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照过 以前都是要磨的 专门有这个磨镜子人的 这么一个职业的 哪怕镜子磨得特别光亮呢 说句老实话 分辨率还是很低的 如果拿手机的像素来说 照不大清楚了 但那时候因为东西方交流的时候呢 那种玻璃的水引进 引进了中国 引进了中国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 乾隆 康熙 雍正 他们在照那个镜子的时候 是不是 哎呦 怎么这么帅的 哇塞 每天早上就能看到这么帅的人了 真的不容易 是不是也可以唤起他们自己的那种 自我意识 从来没有看到 自己竟然真真切切 这么清晰的 分辨率这么高的 帅过 于是呢 这一种 玻璃的水引进 到了清宫之后 到了故宫之后 竟然跟什么东西合体了呢 这个是康熙啊 竟然跟皇帝背后 代表权力都必须有的 那个屏风 合体了 以前什么 以前这个背后的屏风 最终啊 在故宫当中 就被换成了什么 换成了镜子 而且呢 大家那个乌宏老师都听说过啊 乌宏老师在疫情期间呢 写了一本有关 全身镜 穿衣镜的书 他大胆的推测啊 非常有可能 就是全身镜啊 这种照自己 一整个身体的镜子 在全世界的流情 可能就是西方的致镜技术 跟中国的屏风的文化 结合而产生的一个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竟然就有了什么呢 竟然就有很多了 这些照镜子的图像 就出现了 而且无图有偶 西方 西方人也一样自恋 你看啊 像安格尔啊 还有安格尔的这个后继 像杰罗姆 他们画出来的欧洲贵族 这些学院派画的欧洲贵族 画得特别好啊 以前这种壁炉上啊 厨上面都是什么 都是一幅巨大的 等身大的一个 对的 油画 油画 但是 到了那个时候 全身进那个时代 我们看什么呢 我看到欧洲人的那些贵族 都怎么样 都把那些画像换掉了 画像又不会动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才不带劲 我要看到全身的 灵动的我自己 有没有看到 就是全世界都开始 因为自我认同的需求 开始流行了 全身进 而且马上这件事情就出现了 大家知道 以前的皇帝 他的背后都有什么 三面屏风 特别他上朝的时候 你看这个 看那个太和殿 对不对 背后的屏风 有的时候不止三面 都积数的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也不难想象 当时的这个清代 也发明出了什么东西 就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看到 就是背后三面 全部都是镜丝 就跟现在大家要去 这个什么 以前大世界哈哈镜 或者去那些网红展里面 全部都是无限的自我 就变得一样 变得一样 而且当时我们看 这个是路易十四的一个剧照 他当时 路易十四 他看到的整个世界 其实是什么 或者说这一幅世界地图 跟康庸前看到的世界地图 已经没什么区别 当时的东西方 其实已经有什么 已经有非常多的交流了 所以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不会奇怪 以前文艺复兴的时候 双方法国跟中国之间的认知 还是比较在什么 还是比较在幻想的阶段 但是到了路易十四的时候 他的确是有真的写信给什么 写信给他同时期的乾隆的 当然这个信 就跟所有的那些欧洲的使团 要来中国的目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为了你要开放港口 你要跟我们做生意 所以他派了很多什么 就是他派了很多这个文化的使者 传教的人啊 什么数学家 天文学家 总之就是开始真正的交流了 而且当时的整个欧洲的感觉是什么 是非常流行 中国风的 比如说路易十四呢 他是真正见过中国人的 见过这个沈福宗 当时也是跟着一个传教士 到了欧洲 到了欧洲 而且呢 他还去过什么 他还去过凡尔赛宫 那个时候路易十四 已经住在凡尔赛宫里 而且凡尔赛宫呢 每一次有贵宾来的时候 都会什么 他平常花园里就是花园 贵宾一走过的时候 旁边人在那边打气 然后怎么就会喷泉 沈福宗呢 还看到这种凡尔赛 华丽的皇家宫殿 那边在喷泉植物园当中 然后他见过路易十四之后 还怎么样呢 听说反正是文献记载 没有留图 那个时候呢 还教了路易十四什么 用筷子吃饭 总之呢 而且当时什么 路易十四那个时代 他自己本人 不但派了那些传教士来中国 而且还读过那些传教士 从中国回到法国以后 写的那些有关康熙的著作 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 而且那个时候呢 这已经完全是个显学 现在看到的就是这幅 非常著名的 这个西方人眼中的孔子 把孔子这个身高一米九的事实 画出来了 每天都是以礼服人 走在路上看到你 说说话你就服了 有没有看到 特别的高大 特别的高大 而且你看上面是不是还有非常 写的专业的字 那些其实都是类似 沈福宗 还有那些从中国到了欧洲 把他这些字给写下来 包括这些翻译 教队 也都是当时的交流当中出现 而且当时中国的那些 比如说南京的瓷塔 也就是今天依然存在的大包 恩寺 包括什么呢 包括故宫 有多么宏伟 其实几乎 就是除了路易十四之外 每一个国王 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的确有大量的人 都到了什么 到过中国来 而且呢 但是你也要看到 在西方人想象中的 不管他是乾隆还是康熙 就是中国的皇帝呢 基本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跟后宫家里 非常浪漫的一个状态 而且手里呢 还在摇晃着红酒杯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他们比较快乐的一种 有关东方的想象 而且你看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认了很难的字了 有没有看到 上次我问小朋友 这两个什么字啊 幼桃 窈窕 窈窕 而且啊 我们看啊 路易十四 你们猜猜 他为什么特别受到 法国人的欢迎 因为他也很 对吧 他也有很多情人 而且你们知道 以前的这个法国的情人呢 还叫 什么意思呢 还是一个官方身份 还是官方身份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官方的职业 官方的职业 而且当时发生在 这个凡尔赛宫当中啊 就是那些情人 跟路易十四呢 其实是特别精彩的故事 你看那个时候 他就把什么 他就把他的这些情人 穿的都跟这个青花词一样啊 基本都是蓝白配色 然后这个帮他生了点孩子 那个帮他生了点孩子 那边又有人不小心 这个宫斗的时候 堵死了 总之呢 反正详细情况 大家去看这个环珠格格 好吧 去看环珠格格 就大概都能明白了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帮当中那个最漂亮的啊 被福尔泰称为 欧洲第一美人的 那个孟德斯潘夫人 他造了一整个 在凡尔赛宫里的啊 瓷宫 而且那个瓷宫呢 因为之后 他因为这个瓷宫造的有点快啊 后来因为什么地震啊 漏水啊 湿火啊 他就重新拆了 再造一遍 就没有完全用瓷宫了 但是现在大家根据什么呢 根据他的这一个文字上啊 还有那些图片上的复原呢 几乎是整个这个宫殿上面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瓷器啊 说明那个时候 的确是非常憧憬啊 东方的啊 这一个遥远的文化 而且就是我们看到啊 当时我在看那些啊 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的 藏的那些什么 藏的那些瓷器的时候 有一个器型 我怎么查都查不到 我想这到底是干什么的 原来是放假发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就是他们自己创出来了 哎 这个东西好用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假发 啊 我就这个放假发用用 而且你看啊 中国的瓷器 或者说 东方的瓷器 到了什么 到了法国 路易十四 包括他之后十五十六的眼中呢 他们就觉得 哎 这个东西特别好 但是呢 感觉呢 这个毕竟我是太阳网 对不对 你这样子呢 配这个凡尔赛宫 还是太朴素一点 这样吧 你也戴一个假头条 你也穿一个高跟鞋吧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也完全变得 就跟路易十四啊 充满了那种 法国的仪式感 我们再看 而且那个时候呢 呃 大家其实都读什么 就跟 呃 大家 比如以前人从小读四书五经 啊 西方人 他们在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 其实也是从什么 四书五经先开始翻译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像那些啊 西方比较有文化的人都会 都会来分析中国的文化 非常理性的说啊 是时候呢 也让他们把传教士派到啊 我们这个法国来啊 其实是当时当时他们最崇拜的是什么呢 崇拜的是客举制度啊 因为这个西方的还是非常阶级 这个这个就是像啪啪啪三刀就切开来 但是他们就觉得竟然有一种制度能让文人 哪怕你是白手起家 哪怕你是个穷书生 但是你只要高中状元 甚至只要中进士之后 就能完全的改变自己阶级 那个时候对法国的文化圈 特别是启蒙运动的人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啊 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而且呢 还有一个中国的好友啊 就是福尔泰啊 福尔泰 你看他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录于十五时代啊 他那个假发没这么高 但是呢都变成白色的啊 越来越夸张了 那个时候呢 他你看他就这么说的 我已经专心的读了他的书 谁的书呢 就是孔子的书啊 孔子的书 然后呢 你看他对反正 当然也带着一点 对当时法国这个封建社会的一种吐槽 其实整个的文人啊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 觉得中国文化是特别棒 而且呢 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路易十六的时候 他遇到了法国大革命啊 最后呢 他就这个脑袋搬家了啊 变成一个摸不着头脑的啊 非常可怜的一个皇帝 但是呢 那个时候 其实农民的问题是积怨已久的 所以当时最啊 就是最流行中国风的那一段时间 就是洛科可的后期啊 艺术上洛科可的后期 竟然还有什么呢 竟然还有路易十六啊 还有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些皇帝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就真的想用这个 什么 就是天子 用仁爱治国的 这一整套的农业的理论 来什么 来缓解整个困扰欧洲的农奴 还有农民的问题 所以路易十六啊 还有一些欧洲的国王 他也都学着什么 学着这个雍正啊 学着那些中国皇帝的那种啊 这个农耕的仪式啊 也都怎么样 也都在那边真正的下地离田 这在以前的西方世界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而且呢 当时还有什么 当时还有各种中国的东西都在什么 西方演啊 比如说有这个图兰朵啊 在意大利演 还有这个中国孤儿 其实就是福尔泰啊 他自己改写的那个招式孤儿 在巴黎上映啊 巴黎上映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 他们的这种孵化道啊 在那个时候 这个是他那个时候的插画 已经非常的什么 已经非常的专业了 已经非常的专业了 顺便一提呢 因为洛可可的时候 是最流行中国风 这里都不用特别展开 大家一查就是都是这个信息啊 我们看到呢 根据最新的研究啊 主要是央美那边 人文学院李军院院长的这个研究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洛可可是直接把什么 这是洛可可时期的版画 他就是直接把中国的那一些图样啊 直接移植过去了 直接移植过去了 当中最大的 这个对西方来说的 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明清时候的那些 侍女图啊 美人图 因为大家知道维纳斯 断壁维纳斯很漂亮 是一个S型吧 就是弯三弯吧 但是中国这些图呢 你看它是弯五弯的 就是这种弯五弯的图式 它怎么样呢 它直接被用到了啊 这个西方洛可可时期 大量的啊绘画上 而且都是那些最重要的绘画上 所以现在呢 大家再看这个彭巴度夫人的 这一幅在什么 她自己你看 后面有没有看到全身镜 前面也说了全身镜 跟那个中国的关系 她的全身镜 然后她作为一个女性的 有权力有文化的人 她躺在这个漂亮的贵妃椅上 和什么 和其实当时清代的这个 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但是啊我们要想 我们看到了一些联系 也来看看不同啊 也来看看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前面说到的 人体的不同 人体的不同 因为西方的正点呢 他们的人都得不能弯来弯去 你都得顶天立地的这个 肌肉猛男啊 你看从古希腊开始的 啊影响西方的那些肌肉猛男 他们在每一个西方重要的时代 几乎都没有变过 比如说啊 从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年 到了什么 到了那一个啊 文艺复兴的西斯廷天顶的 那个时代 你就想象一下啊 他们这个米开朗基罗 画的那个西斯廷天顶 基本就是这个南上迦南啊 肌肉猛男的 身上蝶猛男的状态啊 全部都是没有变 然后到了今天的就变这些东西 他们选择了最能啊 穿出肌肉感的这个 这个鲁鲁雷蒙啊 身上这个身上 这个下半身都是啊 都是没有变的啊 都是没有变的 但是呢 我们就来看 西方正是因为 他们这种人类 中心主义 肌肉猛男的思维 所以呢 他们世世代代的那些 士大夫有钱人 有品味 有文化的人 把那一些一个一个 男神女神的形象 收集在一起 最后就变成什么 最后就变成了博物馆 博物馆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 这个你在卢浮宫啊 还有一些西方的博物馆 一楼 C位的地方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些 人像 人像 而且基本都是站着的 站着的 但是中国的文化不一样 因为中国追求跟 自然天人合一啊 中国的士大夫呢 喜欢收藏顶 有没有看到 后德载物啊 物仪载道 然后呢 中国那些士大夫 把那些顶啊 瓷器啊 这些物件 全部收藏在一起啊 这些代表 自然的物件 收藏在一起之后呢 才变成什么 才变成了 中国的博物馆 所以一进中国的博物馆 C位的 一楼的 代表文明的 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物件啊 这就是很大的区别 正是因为这种差异 这种区别啊 我们看到个 比较奇怪的现象啊 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中国的文人啊 因为中国艺术 那主要是 文人艺术 它这个比较强势 对不对 我们前面很熟悉的 这一种啊 C位的 也是顶天立地的 啊 官场的形象 其实文人是非常讨厌的 他们觉得 这个一点都不艺术 每天工作的 这个996类也累死了 所以呢 你看后面的屏风 三折的屏风 在最早的这个 文人画萌芽的时候 他们屏风的 正宗的C位 摆什么呢 摆行囊 摆那些情 摆那些娱乐的 文人的东西 他们就准备好跑路了 他们把自己放在哪里呢 放在非常偏远的地方 就是代表 他们是讨厌那种 正宗的C位的 中国的文人 他们喜欢怎么样的人像呢 他们喜欢的人像呢 基本都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 有没有看到 完全躺平的 而且呢 肚子得大 鼻毛得长 你得人完全是一个 跟大自然融合的状态 你就是走过路过 差点就要扫码 给他扔点钱呢 这种状态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仔细去理解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 最反权威 或者说它是最要 最要这个 消融掉 那些肌肉的一种 道教的思想 道教的思想 所以你看 大量的这个 中国的人像呢 都是这种感觉的 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感觉什么 跟西方很不一样 但是啊 但是啊 我们看到 有一个案例啊 当时就是 明清的时候 随着利马斗 还有之后的 清代的传教士 到中国呢 除了把 前面看到的 那个地图传进来 那个地图呢 其实是有 图柱图路的 在那个图柱图路当中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丢了画的犀牛啊 就是它这个版画啊 就是特别流行的 一个图示 但是当中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关于古代 七大奇迹的论述 那个时候 欧洲这本书 特别流行啊 就是欧洲古代 七大奇迹嘛 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 有这个什么 巴比伦的塔啦 什么这个空中花园啦 还有那个古罗马的 斗技场啊 各种 但是当中有一个 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是古希腊 奥林匹斯的一个神殿 里面就是宙斯 里面就是宙斯 也是那个 造那个帕特农神殿的 菲地亚斯造的 巨大的一个 代表 这个 这个 希腊的诸神的 王中王的 这么一个超级直男的 一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描绘七大奇迹的 这个版画 其实也传到中国来了 当中的宙斯呢 有没有看到 腹肌啊 还有这个锁骨啊 都特别的强大 特别的强大 但这个东西呢 传到中国来之后呢 中国的那些 制版师呢 就觉得不行 你还得变成这样 你连个肚子都没有 你还能好意思说 你什么王中王啊 你这是 这个工人还是什么 对吧 人家就觉得 你这个地位太低了 只有干农活的人 才会有这样子的身材 他说真正比较好的身材呢 应该是这副样子 有没有看到 他竟然在七大奇迹当中 把宙斯画成这样 而且他好像也没有 看懂那个老鹰还是什么 反正这里画了一个鸡 还不知道什么 反正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文化交流当中 因为那个时候 肯定没有我们现在 这么的 互相的能打心底的理解 而且呢 反之亦然 一模一样 我们看到啊 当时中国 因为词记很流行嘛 中国的这种形象 弥勒菩萨 那时候这个布袋和尚 开始流行 这种大度的弥勒的形象 出现之后 传到了西方 西方人看不懂啊 他说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算了算了 我还是把它什么 化成肌肉吧 你们看哪 你们看哪 就这样啊 就是人像方面的不同 但是啊 这种中国人对自然的极致的追求 没有影响 没想到什么呢 中国文人的影响 追求最终又影响到了 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巴黎的文人 最贴近自然的 有一个流派 那是什么流派呢 大家非常清楚的啊 非常清楚的 中国以前的文人 你就在世外弹琴 在这个高山流水那边 这个什么 薄牙 抚琴啦 画个画 剑赏一下 薄格谷啊 都是在室外的 特别男性的形象 都是在室外 女性形象们 都旁边有个围栏 都在室内的啊 毕竟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啊 印象派的时期啊 那些艺术家 你看莫奈什么 是不是也在室外画画了 这就是一个最大不同 你看以前什么 前面看到的 安格尔啊 杰罗姆啊 纵古 以前什么拉菲尔 没有任何人 会在室外画画 人家觉得你疯了 就是肯定是人像重要 你到室外有什么好画 西方绘画的规律 最重要的是历史画 你能帮国家画 这种大画 了不起啊 宗教画 你画你看 整个教堂里 一教堂全部要你画 你是最成功的艺术家 之后的那些什么风景啊 艺术啊 进物啊 都是啊 你只能卖给这种 小家子气的 你只能卖给 这种普通人的家里 那都是在这个绘画当中 排列是非常低的 什么风景 进物最低 肖像还比较高一点 肖像比较高一点 但是这些叛逆的 当时的巴黎文人 随着整个他们 对东方的理解 他们知道 原来在遥远的东方 有一个这么喜爱 自然的民族 然后他们就把这种 东方对自然的喜爱 彻底的运用到什么 彻底的运用到 他们的印象派的艺术之中 而且你看啊 你看 一开始也是不被理解 这是莫奈的老师 欧人布丹 欧人布丹 就在室外画画 一个老人的样子 皮肤嘛晒得黑黑的 因为一直在室外 很粗糙 很粗糙 直到今天啊 你想 万一哪天你们的女儿 跑回来告诉你 老爸 我今天交了个男朋友 干嘛的 画画的 在哪里画画 室外画画 一听就是野路子吧 直到今天 还是不能接受的吧 你干嘛 你是讨饭的还是什么 但是你看 当时印象派 在室外画画 就有什么 就有这么的 饭天腹地 想法哪来的 就是这个东方来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莫奈的这一种 印象派当中 风景当中 掺杂的人物 是不是你看啊 这对 这一对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老婆 跟他的小儿子 跟他这个大儿子 跟小儿子 那个时候他 二上特异的时候 是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那个时候 他画的这个人物 是不是完全融在风景之中了 也没有那些肌肉了 是真正的和谐在一起 而且这下面有点看不到 其实大家 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图像 下面又有一对 还是他的老婆跟儿子 你看 同样一对人 出现两次 在一幅画上 这种感觉 是不是跟我们那种 长卷画当中的 这个表现说法 一模一样 而且也是跟自然融在一起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 也会打心底里 喜欢法国自然派的原因 因为这一种对 这个自然的爱 其实就跟印象派 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一样的 也是为什么 以前这个日本人 他们经济没有泡沫 没有爆裂的时候 也是拼命地去买繁高 买什么 买那些什么莫奈 因为他们也觉得 这就是一个东方的东西 大家都看得懂 直到今天 其实全世界范围 也都很喜欢 这也是为什么 像刘海素 他是1929年去了欧洲 他还没有去欧洲的时候 他就印象派 看看画册 他连日本那个时候 都刚刚去 都没有见过 印象派原作的时候 他就大胆地什么 他就大胆地 带着他美专的人 走 我们乘上小火车 去哪里呢 他说这个上海 没什么好画的 我们去那边 我们去杭州西湖画画 你看 这个是刘海素 很年轻的时候 带着大家去 杭州采风的时候 留下的印象派作品 是不是这个时候 他心里肯定也想 哎呀 你们这个印象派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不就是中国传统画 都是这样 现在没有油画好 我也去外面画一张 他都没学 你看画的照样特别好 这就是东西方 终于在19世纪末开始 这么相遇 而且那个时候啊 莫奈他受到这个批判 其实我们也是能理解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啊 差不多同一年 就跟日出印象同一年 1874年的时候 安格尔的后记者 这个杰洛姆 特别著名的人 他画了好多好多画 超成功的艺术家 他通过旁贝考古 自己去那些古董店 买这些旁贝挖掘出来的 角斗式的这些装备 然后画了一幅红篇巨制 特别写实 就像电影大片场景一样的 罗马角斗式斗技场里的场景 又有点刺激 然后上面还在纸上纸下 就跟现在大家点赞啊 什么一样的 一大堆人在这边看好戏 看好戏 就在童年这一幅红篇巨制的时候 然后画了个什么东西 这种画呢 大概就上海话萨克来形容 画的就是特别的刺激 特别的刺激 但是呢 童年你想象一下 那幅日出印象 日出印象 你仔细看看 大概什么感觉呢 什么感觉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莫奈这幅画 来过上海的 看没见过 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然后你猜他画了多久 你就猜猜这个日出印象的这个日 画了多久 大概两秒左右吧 画完了 下面印象 一分钟画完了 就是你看 在那种红篇巨制的史诗场景下 大家觉得你这种描绘自然的东西 几乎是这个不可思议的 而且怎么样呢 而且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已经工业发展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后面他家乡的 阿富尔的这个港口这边 这边是什么东西啊 冒着烟 其实他画的都是什么雾啊 都是霾啊 所以这幅画看起来是不是什么 乌里玛里 你们看到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一种 如果雾霾也算自然的话 它真的是完全的 融为一体 真的是完全的融为一体 我们再来看 但正是因为 那个时候 印象派 特别是莫奈 他在了解了 自然的这一种感觉之后 他竟然用什么呢 他竟然 看到这一种历史上 宗教性的大教堂 他会用什么 他会用那种 朦朦胧胧 乌里玛里的笔触 把那种宗教性 全部都去掉了 他再也不是正面 很宏伟的教堂了 整个这些 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宗教 都被什么 都被他的这种自然观 受到东方影响的自然观 所模糊掉 所消融掉了 而且呢 他画到最后觉得 好像要表现神性 自然的神性 我也不用画教堂 不用画教堂上面的光 干脆我画什么呢 干脆我画草包好了 你们看 他画个草包 是不是也有这一种神性 出来了 这就是什么 他就是 我画什么主题 没关系 但是我画的就是那种 强烈的自然 自然的那一种 精神性 然后晚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莫奈在自己 造的这个花园当中 留着这个胡子 拉叉的 就像一个中国文人一样 在那边画着什么 巨幅的睡脸 最后呢 他开好白内脏之后 就是最著名的 他为国家画的 那一整条的 在菊原美术馆里的睡脸 他是怎么样呢 他把不同时间的睡脸 不同季节的睡脸 全部用一个 环形的方式 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一个展厅当中 莫奈自己说 他想画出无限 但是这种无限的感觉 打破时间空间的 那种概念 是不是就跟中国的手卷 你可以无限的延长 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概念 几乎就重合了 几乎就重合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印象派的东西 它其实是非常有 东方的韵味的 东方的韵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想 当抽象的时候 当抽象的时候 之前在哪里 应该是在西岸美术馆吧 那时候跟彭毕度 你看关系又很好 跟彭毕度当中 有一次馆藏展呢 是专门 就是抽象艺术 就是抽象艺术 其实就第一个展 第一个展 他说时间的时候 最后有一整个展地里 全部都是抽象 说老实话 西方的阵营那边的抽象 你把什么 你把这个展标贴掉 你不看它 说老实话呢 真的都一样 打心底里一样 这也是当然 他们是他们的这个 那个阵营的这个成功 怎么看都一样 但是 在所有的一模一样的抽象当中 只有什么 只有赵无极 是不是一看 我们觉得 这个一看就是中国的东西 赵无极包括 朱德群那些的 在西方非常受到尊重 还有很大影响的 中国的艺术家 他们是不是也把 中国这种最传统的 大自然消融一切 包括从那个时候 他的 有没有 他的文字 画了点这种 有点像星文字一样 原始的那种 祭祀感觉的东西 全部放到什么 把这种 人跟自然的概念 放到了抽象的语境当中 所以变成了一个 世界性 大家都能看懂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所以那个时候 你也可以想象 其实赵无极 他们走到了西方的 正中央 艺术的正中央的时候 他们环顾四周 什么极简的东西 什么的东西 他觉得 这个宋徽宗不是也玩过 那个东西 这个老子不就说过 庄子不就说过 其实呢 这就是相通的概念 从自然上 我们就看到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 最后一个单元 最后一个单元 什么呢 就是被美眷顾的法国 法国还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国家 哪怕 在法国考古的时候 史前了 几万年前 那个时候呢 竟然在法国的这个南部 西班牙的北部 记不记得 那些史前的 有很多公牛啊 动物 也是在啊 有一些在法国挖出来 但很多很多都是在什么 有一些在西班牙挖出来 但是很多都是在法国挖出来 你看我也有这个史前艺术 也很漂亮 那些牛啊 豹子啊 什么犀牛 画得可好看 但是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你看 以前历史之前呢 最主流挖出来的人像 首先呢 男性人像就很少 可能那个时候 男性都在外面 什么弄这个长包像啊 这个打来打去啊 没有人愿意 把他们记录下来 基本都是这一种 比较升职崇拜的 胖胖的史前的维纳斯 当全世界都挖出来 这一些胖胖的维纳斯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法国 挖出来个什么呢 挖出来个很瘦的维纳斯 你敢信吗 这是法国史前最那个的 史前最著名的一个形象 而且你看他头上的边发 还边得很好看 下巴也尖尖的 有没有 那时候法国挖出来的时候 肯定都开心坏了 你看 你们这边都不好看 就我自己好看 就我自己拥有美 就我自己拥有美 然后呢 其实我们看啊 当时其实丝绸之路 连接汉代跟古罗马帝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的确没有法国什么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主要还是什么 主要是跟 意大利 罗马 你像上那个 中国的这些丝绸呢 最终都被 你看这个旁贝古城壁画 因为保存的比较好 丝绸虽然很贵 但是我们自己家里装饰装饰 让什么呢 让这些神仙啊什么 他们身上穿个丝绸 画一画 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在古罗马帝国的时期 法国 你们知道法国那时候是什么吗 那时候被凯撒打败 那个时候呢 他们叫高卢人 他们叫高卢人 高卢人呢 相传啊 是比古罗马人更加英勇 高大 而且能打的一个民族 而且呢 这个动画片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高卢英雄战 一个胖一个瘦 有没有见过 这个呢 大概就是法国的 这个爱国主义的 这个长篇 这个动画片 长篇动画片 但是现在呢 其实你说 法国的高卢感有什么呢 可能在他们的竞技体育当中 有一点 或者说呢 现在法国人哪怕看到这两个人的 基本估计也很难带入 现在我们的眼中的 法国基本都是这样子的 还是比较可爱 就比较好看 比较贵族气息的 贵族气息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高卢人 这个Gol Gol读着读着呢 拉丁语很像什么呢 很像Gok 很像公鸡的意思 很像公鸡的意思 所以是不是代表这个高卢的 基本都是什么 代表法国的 如果只能选一种动物的话 很可能是鸡 非常可能是鸡 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 马赛的什么 就是各种球队啊 它有些有跟鸡有关的 而且你看 鸡是不是 这个也是 这个会爆小啊 看起来 你看这个鸡罐 是不是也跟这个路易十四一样 这个高高的 下面那个鸡爪又是 所谓细细的 像高跟鞋一样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直到 我学习了 这个知识点之后 我在看这个什么呢 我在看这个 艺术的故事的时候呢 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只鸡 说的是法国艺术 法国艺术比较厉害 有没有看到 这个艺术的故事的封面上呢 这是鸡 很可能就是 而且呢 当时你说啊 就是 条条大路以前通罗马嘛 后来中世纪的时候都不通了 都不通了 改变了中世纪的样貌的 甚至欧洲样貌 最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 是什么呢 哥特式艺术吧 哥特式艺术最早 圣诞尼教堂 竟然是什么 竟然也是法国造了 竟然也是法国造了 而且那个时候呢 就是造这个 最早的哥特式教堂的 这个苏热 他们这个圣诞尼的 修道院院长苏热 还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造出了这么漂亮的 这个哥特式教堂 他说我不是浪费钱 我不是浪费钱 他说什么呢 他说造出这么美丽的东西 其实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他要让普通的民众 真正的得到这个宗教 所谓的真理 其实你得靠点什么 你得靠点物质 你得靠点漂亮的东西 是不是就跟今天 他们的这种奢侈品的 一整个概念是一模一样 直到今天都没有变 而且我们可以看 那时候非常漂亮的 那些哥特式的教堂里面 它的每一根线条 是不是都高高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塔 但是那些高高的这些 整个的室内空间 是不是都在引着你的视线 要看向高处 看向高处 这也是为什么呢 从中世纪开始 你就能在博物馆里 看到大量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翻白眼 都是翻白眼 因为他们在看什么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存天理 灭人欲的时代 所以他们都得 看着上面 看着上面都是 所以就是都是这种感觉 都是这种感觉 大家呢 以后就是到了这个教堂那边 看到教堂要拍照的时候 马上有麻烦 也都这个稍微专业一点 有点艺术史的感觉 这个拍出这种感觉 然后呢 中世纪呢 特别是国际哥特式 也就是中世纪晚期 法国有个艺术赞助人 很著名啊 叫这个贝利伯爵 对贝利公爵 贝利公爵呢 突然把他降级了 变伯爵了还行 就是贝利公爵呢 他很有意思 他这个人呢 就是让两个 其实几乎就是一个劳工了 让两个小小的艺术家 帮他创作了一本石岛书 就是每一个时间 你去做祷告的一本中世纪 非常漂亮华丽的手抄本 这就是里面他的形象 但是这个贝利公爵呢 竟然也是最早收藏了什么 欧洲唯一有纪年的 中国传过去的 那时候还是路上丝绸之路 传过去的一个风扇品 也就是欧洲出现的最早的 因为马可波罗 当然以前是号称 他也带过去一些瓶子啊什么 但是反正没有考证 没有见到过那个瓶子 就是真正见到有纪年皇室 流传有序的 就是这个风扇品 一直在什么 从这个贝利公爵买下来之后 直到路易十四那个时候 就一直在法国 一直在法国 就摆在那边 你也可以看成一个 中国艺术的一个种子吧 然后呢 当然了 从哥特市那时候 法国艺术最厉害啊 但是突然意大利那边变得很强了 开始文艺复兴了竟然 文艺复兴的时候呢 法国稍微还是走慢了一步啊 你看啊 当时法国这个还是查尔七世了啊 这个查尔七世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王 还是打赢了这个 英法百年战争的国王 但是呢 你看看 你看他这个红红的鼻子啊 这个两个手插在老棉袄里啊 这个深深的法令纹啊 大大的眼袋啊 看起来我看 这不就是我们德意双心的 老艺术家吗 看起来很这样 也的确了 这法国你说 法国北部可比德国 还要冷一点 就比德国南部 还要更上去一点 还要更加北方一点 总之就是 没有那么好看 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呢 突然 法国人到底那个啊 他们比较博爱 当时弗朗索瓦一世呢 文艺复兴的时候 他就说OK 既然我们现在文艺复兴的艺术不行 那很简单 我们只要拥有就行 我们虽然这里不生产艺术家 但是我们可以把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最著名的那个人 给他请到法国来 对 然后他把什么呢 他把达芬奇啊 就从意大利 请到了法国去 而且大家知道达芬奇呢 也是一个又浪又慢的人 不但呢一直搞砸 达芬奇很好记得啊 就是又一次跟客户达成分歧 每次都把合同搞砸 就每次都这个就不交稿 留下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草稿啊 都是油画草稿 但是呢 那个时候 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 就把这个意大利的真正的 大师请到法国去 达芬奇晚年 那些最好的几幅油画 没有画完的油画 画了一辈子的油画 全部就是啊 随着他的那些弟子啊 他的那个学派 他的手稿 全部就真正的到了法国 而且你想啊 作为弗朗索瓦一世 收留了两张画 一张呢是自己的肖像 头发呢就跟这个关东煮一样 就跟豆腐一样 豆腐一样 这个眼淡面很大 这个感觉就奇奇怪怪的一个人 这边呢 蒙娜丽莎 他觉得这个艺术差点也太多了 于是呢 他就跟所有的 包括他那个之后的 风丹白露那些人说什么 你就抄 最后呢 两幅画一加 那就变成这样了 有没有看到 小眼珠子也看着我们 手什么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法国也开始文艺复兴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又变成了一个 艺术上非常强势的国家 而且呢 当时达芬奇带到什么 带到法国的 那一大批东西 最后变成什么 就变成卢浮宫 最重要的馆藏了 有没有看到 这些都是达芬奇最好的 没有画完的作品 所以至今啊 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心里还是很hold的 还是非常不开心 但是明明是个意大利人 但是好的东西 最硬的东西 几乎什么 除了米兰 那个东西扒不走 因为是这个 最后的晚餐 在墙上 但其实差点也被 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 那个 法国人拿过去 那时候法国人 打米兰的时候 也差点就把那个 最后的晚餐拿过去 所以他们就很生气了 但是法国人无所谓 反正呢 我们只要拥有美就行 这个你这个 如果是那个的话 也没关系 而且我们看看 这个卢浮宫 他还是挺包容的 你看他这个金子弹 还是个华人设计师 设计的吧 对不对 还是贝玉明设计的 贝玉明设计 但之后 现在卢浮宫馆藏很厉害 但是跟你说 拿破仑的时候 就是这个一手指贴 在马上差点就要掉下去的 这个拿破仑 最旺的时候 其实整个卢浮宫的馆藏 几乎什么 你会没看到 他手一指 就是这手一指 他把意大利 所有的宝贝 西班牙所有的宝贝 全部都什么 全部都拿到卢浮宫了 那个时候的卢浮宫的馆藏 几乎就是世界上 最强的博物馆 其他博物馆 欧洲的博物馆 都被他拿得没东西了 没东西了 他那个时候是 拥有最多美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呢 整个欧洲 就是拿破仑时代 整个欧洲最美的是什么 最美的男性的雕像 就是这个 在梵蒂冈的 阿波罗的雕像 你看有没有 你看他把他送到卢浮宫去之后 自己独自讲解 亲自讲解 然后还有一个女性雕塑呢 其实是现在在这个 乌菲兹美术馆 叫美帝奇的维纳斯 就是当中 他们的八角厅当中 正宗C位的 我就不放大了 不然又要披那个衣服了 是这么一个雕塑 是这么一个雕塑 那个雕塑有没有看到 那时候拿破仑特别开心的 我能把当时 整个欧洲最美的雕塑 给他拉到卢浮宫来 拉到卢浮宫来 这个 他这感觉是特别厉害 但是之后呢 这个拿破仑不是 马上失败了吗 失败之后呢 他又把所有东西都还回去了 那一阶段呢 是卢浮宫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突然 所有的好东西都没了 但是你知道之后 发现了件什么事情吗 他后来把那个 梅蒂奇的维纳斯 又送了回去 又送回意大利 又送到 吴菲兹美术馆了 但是突然啊 天佑法国 突然比喻一下子 挖出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断臂维纳斯 然后经过法国人的 一路吹捧 断臂维纳斯 又变成最美的 现在再也没有人 记得什么 这个美帝奇的维纳斯了 而且你看 残缺才是美 你把这个手 叼得这么清楚 那才不好看呢 你看 这个没有手臂的 才是最好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法国人这个运气也很好 不但挖出过 那个史前的 一个很瘦的维纳斯 而且呢 当他们失去了最美之后 他们竟然还能挖到一个 而且这个就是挖到了 这个就是挖到了 没办法 而且你看 这个是 卢浮宫里的 吉祥三宝吧 正馆之宝 正馆之宝 三大美女 加起来两个头 两个胳膊 因为都是古代 都是古代的作品 那就跟兵马俑一样 对吧 你手臂没找到 那就没有手臂 但你看啊 卢浮宫正馆之宝 不但胳膊脑袋不多 而且什么呢 而且连一个 法国人都没有 意大利的 古希腊的 但他也觉得无所谓 反正我只要拥有就行 他就是这个德性 就感觉挺好的 感觉挺好的 而且呢 这个你看啊 蒙娜丽莎能这么 包括今天说了 这么多法国的艺术 她能这么出名 其实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当代的包装 靠的是当代的包装 你想达芬奇 把这个神秘的微笑 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 就好多人都破解 但是话来话去呢 要么是有点邪魅 要么呢 有点傻大姐的样子 要么什么呢 要么这个画的 这个糊一点 要么呢 把自己披上去 要么把自己披上去 他其实世世代代的人 都在什么 都在临摹 最终呢 还是超越了 体重上超越了 胖那里上 但你看 那个时候 我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呢 我也想到这个事情 我想中国有很多 特别好的艺术 比如说敦煌 对不对 那时候你看 十几年前 我法国第一次去敦煌 明沙山前面啊 拍大片一样的 有没有看看 我脖子里还戴着什么 丝巾啊 强行不脱掉 在沙漠当中 还穿三件套 你见过这样的人 那时候就特别烦 我看着远方 哇塞 你看啊 中国传统文化更厉害 你看那边丝绸之路 连接着东西方啊 我刚在装逼的时候呢 一阵风吹来 我就变成这样 跟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 跟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 而且那个时候呢 你想 我就想到 卢浮宫是一个 艺术当中竞争 最厉害的地方 你想全世界的文明 都在那边 我们可以一览无遗 谁更厉害 或者是东西方的特色在那 但是我想 敦煌文化 它为什么又能 这么的华丽 是不是跟竞争也有关系 的确 你看啊 敦煌是不是唐朝最好 唐朝最厉害吧 唐朝那个时候 发明一种绘画 就是描写什么 描写 极乐世界 一个美好的世界 那个极乐世界呢 你看 首先就很立体 画得特别漂亮 像邀请你进去 当中主尊佛像的说法 旁边那些众菩萨的听法 下面有人唱歌跳舞 这边有漂亮的 这个天宫楼阁建筑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飞天 你看这就跟什么很像呢 哦 你看当中有祖孙佛像 旁边有众菩萨在说法 这边有天宫楼阁 这边还有飞天 有没有看到 一模一样 然后我想原来啊 就是欢乐的感觉 你看东西方一对比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而且当时呢 我在讲解莫高窟的时候 我就当过志愿者 当解莫高窟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观众 他就问我 他说 他说这个讲卷老师 这个佛教世界里 佛祖可不可以结婚啊 我说不可能啊 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那每一个 这个佛祖旁边 他们身边都有老婆 都有老婆靠着他们 后来我终于理解了 你看唐朝的时候 是不是中原最好看的 也是那种侍女徒啊 胖胖的 然后这些侍女徒怎么样 而且以前菩萨还是什么 观音菩萨还是大叔吧 还是男性的吧 但是到了盛世 是不是慢慢地 就变成一个华丽的女性形象 这一点是不是也跟 文艺复兴的 那个时候宗教的世俗化 圣母就变成了一个 佛罗伦萨的美女 唐朝的这个观音菩萨 就变成了一个 唐代的贵妇人的样子 你看很多东西 你通过东西放对比 你就能发现什么 发现很多相同之处 而且的确 最终学习了很多 东煌知识之后 我才终于领悟到了 敦煌为什么能留下 这么华丽的 当时唐朝的镜面画 也跟镜真有关 因为敦煌运气好 他开在什么 他是开在自然当中的 在石窟当中 他一直你看 一千年之后还在 而且那边干燥 现在颜色有一些 都还留下来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就是唐朝在敦煌 那边还有考古的 他除了这个墨高窟之外 他地上还 地下还有文物 挖得出来的 考古挖出来什么呢 比如说有道教的 这个女娲福西 很著名的图像 还能挖出什么呢 还能挖出波斯的这个仙教 波斯的仙教 那边还能挖出什么呢 还能挖出耶稣 还有锦教 当时你想 就是一个小小的敦煌 他也是个卢浮公样 有很多美丽的 这个势力在竞争 这边你看 仙教在这边变魔术 那边圣诞节 他还把什么圣母耶稣 像抬出来 这个游街 就是在这么多竞争当中 最后留下来的敦煌 他才能这么华丽 你看文明 是不是一直要交融 要对比 才能出现最优美的 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 而且我想上海现在也是 大家知道吗 现在上海是 全世界咖啡馆最多的地方 全世界最多 远超什么伦敦 什么东京 纽约 这个多的去了 但是我想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喝咖啡的时候 只有两种味道 要么加奶 要么不加奶 都有糖的呀 是不是 现在喝个咖啡 上次我有个设计师朋友 到我家来 到我家来做客 说罗老师 帮你带了一点豆子 他说了很多 非洲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你看这是豆子给你 我说好呀 那我直接冲啊 来来来 我就把那个手摇咖啡的 这个磨咖啡豆的 这个机器啊 把它这个豆子摆进去 我很小心地摆啊 摆得稍微好看一点 然后就这么转 刚转三下 他一把把我抓住啊 但罗老师可惊动养不了 他说这个咖啡 能这么转呢 他说你要转两下快 深呼吸一下 再转两下慢的 这样香气才留得住啊 你像味道都跑掉了 搞得像妖术一样的 好不好 但是我想 诶的确 咖啡文化 为什么在短短的 这么几年内 就发展得这么快 是不是也因为是竞争了 如果两千年后 大家来 上海考古 就挖这个星巴克太古会 新叶太古会 全球几年店 他一铲子洛阳铲 挖下去 呦 全球几年店 他肯定开心了 绝对是那一年的 这个十大考古发现 两千年后的 然后他再挖出一个菜单 呦 一杯咖啡一百多块啊 上海人就这么喝穷 喝穷 但是他把这个铲子 稍微往旁边 马上就挖出什么呢 Manner 瑞幸 M-Style 一个枫叶 各种的东西啊 那是不是因为 就是这样子的竞争 才能使一个文化 一种艺术 变得这么的繁荣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我们也在东西方对比中 你看敦煌 其实不乏 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 优秀的艺术作品 我们看比如说 这是能代表敦煌当中 美丽的女性人像 这边是断壁维纳斯 你看 大家吹了半天 断壁维纳斯的S型 自然的线条 其实这边也都有 你看 他这个胯是不是顶出去 也很漂亮 而且你仔细看看手部 这边的一点线条跟肩线 非常的自然 艺术要不做作 在这么多艺术 你看人类 随便 你看随便一本艺术史书 都是两万年的艺术 几万年的艺术 这么多艺术加起来 你要不做作自然 就是最难 但是你看 它就是非常自然 但是我们通过对比 也能看到一些什么 看到一些不同 比如说西方的确很有 身材焦虑 你看看 这个断壁维纳斯 竟然是有腹肌的 你看我们这边小肚子 自然 轻松一点 就好 就好 有没有 一对比 感觉都出来 而且你再看西方 西方大多数的雕塑 以前当然都是彩绘的 都有颜色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对西方人来说 就是一种非常内心 自我看着远方的 折丝的感觉 但是你看东方的那些艺术呢 你仔细看看那些 敦煌的那个菩萨 他会怎么样呢 他几乎都是 慈眉善目的在微笑吧 而且当你看着他的时候 他也会怎么样 他也会看着你 这就是什么 这可能也是通过美的对比 有的什么 有的东西方 艺术的不同 而且呢 在这个非常快速的时代 美呢 其实给我们 给我们的什么 给我们的这个 对流量上来说呢 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东西 因为古代的文物 它又不会动 它又没这么刺激 又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 当时我从法国回来之后 了解了很多 中西方的交流历史之后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 其实对西方 一直有非常大的影响 当然了 因为西方的历史书 也就这么厚 他写的时候 我们肯定想 那这段还是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所以在研究这些 东西方交流的 跨文化的影响之外 我想呢 最重要的可能就跟 他们蒙娜丽莎 还有卢浮宫的成功 还有法国那一套 奢侈品体系 已降的那些成功 其实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当代人 对他的喜爱 对他的再创作 有这些当代活力之后 可能呢 这个文化呢 才能真正的 这个活跃 跟繁盛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写了这个 敦煌遇见卢浮宫的原因 然后呢 我也把 这个一些西方的 这些艺术大家 一些著名的藏品 邀请他们 穿越到敦煌 来展开一段 就是我们文明互见 还有文明互相想象的 一个旅程 然后今天呢 这个 一个半小时的广告 正好做到这里 正好做到这里